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 电话是28824848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与袁大名自然疗法医生 与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与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法律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你好 Della好 大家好 早前我们播放过一期 有病人的急性胆狼炎 我们上次分享过 其实急性胆狼炎 好像急性盲腸炎 很急性胆狼炎 很急性胆狼炎 在西医的角度 你不立刻开刀 就会立刻引发到很多后遗症 爆了 腹膜炎等 令到很多病患者有这些问题 第一时间就立刻很慌张 一定要找医生 但我们上次分享过 在急性的问题 其实同类疗法是很有效的 只要你找得中疗剂 就立刻可以舒缓 甚至乎已经把发炎的问题解决了 我知道最近有原生 在网上的朋友圈子里 有些急性的问题出现了 但这次出现了 可能在宠物上 而且没有时间来 考虑了 让医生被兽医嚇到的时候 就立刻和宠物做手术 最后用了二十多万 但情况是否有改善和好转呢 也不知道 不如如袁先生 你帮我分享一下这些情况 让我们的听众 有更多知识和经验 对于西医认为很急性的病 其实我们也可以有些方法处理 我上次有个个案 是一个病人 他是急性的胆囊炎 他当时有很大的压力 因为群组朋友认识他 知道他有这个病 就叫他快速开刀 你不可以担悟病情 会没命的 他有很大的压力 以我来说 既然他来得到这里 他不想开刀 很明显 不要说用了一笔钱 至少有个串 他就不离我们那里去 当然他不是普通病人 因为他一向是我们过去的老病人 他的老公、女儿、女儿、女儿的狗 全部都找我们去看 所以在这个遇到情况 他都会有信心给我们去医 一般人来说 在医院已经安排好了 怎会走呢 你快速去医院 最后他透露一样给我听 为什么他这么有信心呢 因为当时我和大家分享过 他的右上幅 你用手指抬起他 他都呱呱叫 痛得这么厉害 结果我看着他 每天跟着他 因为这些事情不可以妥卖 你一定要快速搞定 很幸运 每天他已经好了一半 然后一直好下去 最后他跟我说了一样给他听 我以前不知道 他说你知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这么有信心 继续用我们的方法呢 其实他说他第一次 我看了之后配了疗剂 我们在那个counter里面 官娘给了疗剂 他已经立即吃了 他吃了之后 他又走到门口 你知我们的门口很近 他走到门口 他已经开始舒缓了 那是一分钟之内的事 可以这么说 所以有时有些人不认识 同学疗法 他经常说自然医药很慢 通常是慢一点的 西医的中医药是快一点的 其实不一定的 就是视乎你那个状态 通常如果病人是 他身体是急性病也好 他的症状是没有被药物搞过 中医药也好 他没有其他治疗过 他身体当然不会太差 一般的情况 疗剂可以说是几分钟有效 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这些问题 就是当人的病 是用过其他的治疗 拿西药或者其他中药也好 什么也好 他搞过 他的阵营就不太清晰 有时就麻烦了 我最近有个朋友 他是很爱动物的 曾经是香港狼狗会的主席 他经常在他的网上给了很多照片 他每天都放一些 放狗 那只狗怎样和他一起在家 抱着睡觉 最近他突然提起 我的狗突然有急病 我要带着兽医 兽医要帮我开刀 用了二十多万 最后他又有机会 他就这样问他 因为我每天都收到他的资讯 很多关于他和狗生活的照片 他对了什么问题 他说狗突然有皮的问题 Splint Splint的问题出现了 当时他很急 带了兽医 兽医说不行了 立刻要搞 但他自己搞不定 要找他的教授来帮忙 当晚就立刻要找教授 他搞了几个小时 好像说六个小时 总之要搞很久才做手术 当然了 费用是二十多万 其实我听过这个之后 我都解释给你听 很多时候兽医疗化 都可以在这方面 可以医得到 不一定要用手术 我都趁这个机会 在网上跟大家讲解一下 其实遇到这些皮 Splint的问题 和疗法有什么好的疗剂 可以应用得到呢 当然了 我们现在说西医的皮 和中医的皮是很不同的 西医的皮是一个器官 在我们身体左边隐藏在内 通常是一个大的淋巴结 通常是过滤血 很多白血球 淋巴 可以说是一个身体最大的淋巴结 就是一个免疫能力的地方 帮我们清洁 过滤血液 和中医的皮完全是两回事 中医的皮是一个消化系统功能的现象 不是一个器官那么简单 中医的皮主混化 就是一个消化系统的混化 在西医来说 其实皮是一个过滤的器官 是一个大的淋巴结 比如有时会出现问题 通常有发炎、长大 在某程度上受了感染 也有机会有些农仓、ABSESS 通常发炎之后 当然很明显会有疼 尖痛、不同的痛楚 也会令肥大了 通常病征都会觉得下腹左边是痛 有时那种痛是很尖弱的痛 很深层次的痛 在腹部左边有很大机会疼 当然腹部左边也有胰壮 有时胰壮炎也会有这种痛 但是胰壮炎的痛 我发现通常在胃窝中间比较多些 而皮是一种尖弱的痛 在左下腹部的地方 有时可能跟药疾 Malaria 生了Malaria Malaria之后 血液受了感染 所以血液就会在皮肥中处理它 来排毒 来帮它过滤 令皮肥大了 一般来说 我们检查如果皮是摸不到的 正常摸不到皮肥大了 如果你真的摸到皮肥大了 这个皮肥大了比正常大了三倍 你才会摸得到 少少大基本上是摸不到的 可能要用其他方法去检查 我们通常遇到一个病人 他说不息的地方在左边 有机会是皮肥大了 我们就开始想一些皮肥的疗剂 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疗剂 可能这个疗剂 如果真的用得着 可能会解决急性问题 帮你省很多钱 这个疗剂我们叫做Cianotus americana C-A-N-O-T-H-U-S 英文叫做Red Root 我中文翻译叫做美洲茶 Red Root 通常我用草药也可以 如果有草药丁剂 用10滴、半杯水来用 或者用一个同外疗剂的疗剂 这个疗剂的一个特别的地方 在同外疗剂的过去经验 认为这个差不多是尊满医皮的问题 你知道同外疗剂 不是那么多的病 可以有一个尊满医的疗剂 通常都没有 有很多疗剂都可以 是侍乎你的症状 要配一个对的疗剂 这就是同外疗剂困难的地方 如果同外疗剂有某种疗剂 有一个疗剂或某个器官 有一个疗剂朱满医的疗剂 简单很多容易很多 很可惜在同外疗剂一千多个疗剂里面 我们间中会有些疗剂 可以说是遇到朱满医这种病 上次我说的急性胆囊炎 有一个疗剂都被认为是专门的疗剂 所以很快便会使用 这个CNNOTUS是美洲茶 被认为是专门对付疗状无病的疗剂 通常的症状就是在疗剂部位 是一种深层的痛 那种痛是一种刺痛的 尖压的刺痛 尤其是潮湿天会差一点 当然疗剂可能会发大了 长大了 痛可能是长期的痛 令到你身体的腹部左边整个腹部都痛 甚至乎影响你的呼吸 令到你的呼吸是短促 可能有大有发烧 病人有时会怕冷 甚至乎出现黄胆 如果你有机会炎血 你会发现白血球的数量是特别多了 如果你怀疑有机会是皮疗的问题 第一时间就想尿剂就可以了 CNNOTUS AMERICANUS 当然皮疗病不是很常见的 肝是比较多 皮疗的毛病不是很常见的 但通常我们第一个症状 遇到皮的位置有一种尖的痛 好像一种刺的疼痛 都有好几种疗剂 包括我曾经说的CNNOTUS CNNOTUS CNNOTUS BARBARUS SULFACONIUM 这几种疗剂都是有这个症状 都可以考虑的 除了这个疗剂之外 有时我们要看看病征是怎样的 病是怎样引起 如果你发现皮发炎是因为受伤 受伤引起 可能不小心撞了 引起这个症状 当然大家认识和疗剂 都会想到创伤的疗剂就是 散禁车 ARNICA ARNICA很有趣 有些症状 除了鱼鱼鱼鱼鱼 被人打伤那种疗剂 还有有时病人的神态很呆滞 很兜的 又不是觉得自己很大问题 亦都觉得没什么 但总是觉得左边隐隐痛 而你都知道 这个位置曾经撞伤过 撞伤过 或者可能有些伤寒的倾向 那种疼是沉沉的痛 那种疼是生金车 除了生金车 另外一种与创伤有关 被人撞伤有关 就是Berasperinus 英国初谷的Daisy English Daisy Daisy是野花野草 一般花园 很多时候看到黄色的花朵 这是一个常见的野草 其实很多野草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尿剂 这也是很好的应用在内部器官 Alika很多时候是碰到关节 肌肉和外面的地方 Berasy是碰到内部器官 譬如皮肤在腹部里面 有时候你撞到内部器官 你便会想到这个疗剂 Berasperinus 有时候可能病人曾经过去出现药质疾病 有发烧的致术 然后皮肤就肿胀了 有一种刺痛 有压力感 有一种胀的感觉 病人可能有些贫血 上身可能消瘦 很容易伤风 或者过去因为医治药疾病 吃了很多甘筋纳伤的药 病人也很喜欢吃咸的药 在这个症状之下 我们会考虑 尿剂就是naturum muriaticum 盐 大家都听过 食盐的盐 是一个疗剂 除此之外 还有简单的 譬如Semi-Servuga 黑星麻 通常会应用这个疗剂 通常会发现皮肤部位 神经性痛 加上半有子宫的毛病 即黑星麻 很多是女性的问题 通常有半有子宫的毛病 如果病人遇到子宫也有事 加上皮肤部位 有些神经痛 尿剂可以考虑是Semi-Servuga 黑星麻 我刚才说 很多时候肥出现肥胀或发炎 很多时候病人都是因为当时有弱疾病 所以金鸡鸽 金鸡鸽 金鸡鸽 这是一种猪毒的疗剂 亦是肥胀长大 发烧 尤其是malaria 因为药疾病 主要是发烧 周期性的发烧 短短做出发烧 还有一个 Arania diaticum 这个教宗十字蜘蛛 一个很特别的症状 就是寒冷 病人觉得这些冻是冻到入骨 冻到入骨 肥胀很消瘦很累 不断冻 冻到什么都能够消耗 如何都能够暖 如果遇到这样的症状 尤其是Arania diaticum 当然和尤其疗法 尤其是有很多症状 但要视乎症状是怎样 有没有出血 可能有可能是癌 可能被断症 这可能是癌症 可能里面有Abses 在我们同类疗法的医学字典里面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疗剂 但记住 如果你什么都不适用 只要记得 CNOTIS 美洲茶 可以说是可以医疗症状的不同类疗症 可以医疗症状 包括癌症 但如果听准或身边的朋友 经常有一个在左边,深层的痛症时 很多时候都无法处理 不妨像刚才医生提过未周查的疗剂 可以试一试 如果想详细或深入解决问题 当然是找一个专业的疗剂医生帮助 刚才也分享过很多次的经验 余衣生临床上有很多急性问题 严症的疗剂很快 只要你的症状很清晰 余衣生的经验上能够配到的疗剂 很快就能够达到弱道病循的功效 免免了不必要的侵入性治疗 甚至金钱上的损失都可以省下很多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与袁医生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想了解和购买刚才提及的疗剂和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我们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会诊 可以E-mail到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溢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与你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麻烦你了 拜拜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